哈喽,大家好,我是张老师,来 乖一声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来讲讲 12生肖 在农历 农历12月份的运势 那因为 已经岁目了 今年都快结束了 各位要注意 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 那好的结束 才是成功的全部 所以喝桃喝味 不要虎头蛇尾 一定要虎头虎尾 我们这只老五你就辛苦一下 反正你再当班 再当一个月就好了 下个月开始 你的运势 这只老五就会相当好 好,今天先讲农历12月份 任营年 12月份 这个老鼠你的运势如何 如果你们要看详细的运势 我不是有拍那个明年12生肖的运势吗 这个你们可以好好去看哦 先讲这只老鼠 在22年最后一个月的运势 因为这只老鼠你知道吗 你今年整年走的是山关 什么叫山关啊 感时花见泪 有没有 恨别鸟金星 所以你辛苦了很久 你在23年这一年啊 叫做什么 叫做鼠来宝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各方面的好处都有 那现在农历12月了 你就冷冷 你12月走什么 走鼻尖七煞 听好 这个鼻尖七煞如果弄在一起啊 再跟你讲怎么样 不安定 你这只老鼠要注意啊 要注意什么 不安定才是你的安定 听好 在这个宇宙之间 太阳系当中 这个地球80亿人口 有一个共同的妄想 都想要安定 我跟你讲啦 疫情上不是跟你讲吗 宇宙之间什么东西都在变 有没有 教你们要知变 然后应付这个变化 应变 然后呢 适应这个变化 到最后怎么办 以拖待变 不然你要怎么变 我们也不是天才行怎么变 所以他委员在跟你讲啊 不安定才是你的安定 别人的不安定偶尔 你这个月特别严重 听好 张老师的不安定 一定要强调一下 不是三餐不济 寄人一下 风雨飘摇 居无定所 不是哈 你的不安定就是这样子 to be not to be 不要跟他在一起 又怕他飞了 跟他在一起 又怕他把你吃了 又又用了你 又不要你 所以常常会挣扎 你知道吗 这样也不对 这样也不对 好像在床上一样 有没有 辗转反侧 那老子不是跟你讲吗 治大国如烹小仙 有没有 只管一个国家 就好像在煎一条小鱼 不要翻来翻去 你们都很喜欢翻来翻去 那你比肩 七萨站在一起 我还在跟你讲 整个月份当中 杀伐之气过重 那你整年又是走三观 三观跟七萨在一起 如果你用这个三观 来介绍这个七萨不好 所以蜀老鼠你要忍 为什么要忍 乡忍为什么 不是乡忍为国 我们没有那么大 我们乡忍为了什么 乡忍为钱 年终到了 一定有年终奖金 千错万错 唯有金钱不错 宇宙之间不是跟你讲吗 万法皆空 为什么 money不空 有钱就很好办事情 那你这些老鼠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农历的 农历的这个月份 十二月份 七萨杀伐之气 男生不好 男生你要小心 有一点官非 是非 破财 意外 血光纠纷 那女生呢 女生就不一样的论述 听好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有时候敌人的痛苦 不是你的快乐吗 所以男生的痛苦 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女生的快乐 如果你是属老鼠的女生 我给你讲哦 农历十二月份有个机会 什么机会 有没有 什么叫机会 你知道吗 机 危机 然后再加一个会 会面的会 你有这个机会哦 如果你是单身 还是未婚 单身跟未婚是不一样哦 没有结婚的 没有结婚不代表他单身 一样哦 那如果你已经对他结婚 还是结婚了不久的时间 这个时候在农历十二月份 你有那个extra estra 就是bonus多余的 这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下 那一样啦 各位最喜欢聊天的话 就要看到那个老鼠 他的桃花 听好 男生的桃花 你生的桃花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听桃花 就跟你讲 如果你是属老鼠的 听好 男生的桃花在南方 你们不要布政太多 有时候你们都是太贪心 你知道吗 千步乱布 诸仙政有诸仙政的好处 有没有 那个杀法之政 不要乱布 有一个陷马坑 你不要乱布啊 我听跟你讲 属老鼠的男生 你的桃花 南方 那如果你是女生呢 老师我要桃花 在东北方跟西南方 老师啊 我不是说喜欢桃花 可是我做了工作的关系 必须要跟不同的男生 五湖四海 三教九流的人 稍微跟他周旋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 你在东北方跟西南方 就要布一个什么叫 黄石镇 有没有 黄色的石头 你可以去买那个黄意石 一定要布这个镇 听好哦 方位不一样啊 导出的功能不一样 丑话说 剪斗 不要说张老师没有提醒你 有时候 如果你是落水三千 我只要一个男生 女生 不需要啦 如果你是女生 说我只要一个男生 你在东北方那个地方 有没有 我有moment 敲三下就好了 我不是常常跟各位讲 奇门遁甲 你们甲的力量太小 但是在跟各位聊聊 东北方西南方 如果你是在做 益次元空间的 做一点 有一点投机的 博弈的 地下放款的 这个可以做 听好 这个对相同的结果 不同的论述 对相同的事情 会导出不同的结果 来再讲一遍 属老鼠的 男生的桃花 南方 吉祥颜色 红色 如果你是女生 尤其在某个空间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 那个平行空间 你知道吗 比如说 北方有一个天龙国 有没有 那南方有一个地虎国 有没有 那台中有一个肥肥的 这个叫肥豹国 也都很多地方可以弄 先跟你讲 这个很重要 那如果你是女生 女生 东北方西南方 那这两个位置 挑一个位置就好了 我还看过一个人 很厉害 就在那里弄一个壁画 那个也是一个高手 一样 我们要再抽抽签 一马归一马 来 现在属老鼠的 属老鼠的 男生 要知道 任一年 农历十二月份的印试 男生来 这一只男生 十二月份走七煞 比肩七煞 比较不安定 想要知道 农历十二月份的印试 来 给他一只签 哎呀 这一只什么签 看一下 哎呀 这一只 这一只叫 天则旅 听好 这一只天则旅 非常好 这一只是什么样 抓着老鼠的尾巴 所以你这一只 属老鼠的男生 你不用太霸 这是 是第十卦 天则旅 那你这一只 再跟你讲 你这个七煞当中 要注意啊 有个人 会在背后 呵护你哦 所以你 你这个男生的 属男 男属 不是渣男 相当好运哦 这个天则旅 在十二月份的 印试相当好 那你今年的 运试来讲 有人在问老师 先打个岔 老师 你不是说 命怎么样 怎么后来又 讲不好 听好 你们生效的命 这是固定的 是先天命 沾这个瓜 是后天命 两个 如果不抵触 最好 如果又抵触 以后天命 为准 先讲 因为你们这种 老师的命 哪一年的月份 都是固定的 恒定的 但这个后天命 就不一定哦 这一种是 踩天地之灵气 吸收日夜的精华 这个 这个建构是不一样哦 所以他在跟你讲 天哲理 很顺 农历十二月份 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男生 你比肩七煞 比较不安定 这一支瓜 跟你讲什么 比pation come down no problem 因为这一支 是在讲什么 你十二月份啊 走土 那你沾这个金的卦 他会印你 所以不要换工作 你年终奖金会相当好 这一支男生的 现在看看女生的卦 女生的卦 女生在农历十二月份 走了比较好感情方面的收入 感情啊 还有结婚啊 这个男生比较特殊 比较年轻一点点 听好 不要一直在讲那个 那个理论啊 ID啦 EGO啦 SUPER EGO 一直在讲那个理论 讲那个道德 伦理 老师我要天长地久 不可能有天长地久啦 总统四年都要换一个人 你要天长地久 你要在乎什么 要用就有 来看看这一个 鼠女 这一支鼠女啊 你们鼠老鼠名字都不错 来 现在鼠女要知道农历十二月份的意思 现在以耳为民 甲耳太事有偿 及稀告我 凶言其哉 急出急挂 凶出凶挂 不高兴不要出挂 来来来来来 这一支啦 哎呀 这一支什么 哎呀 这一支啊 叫做水风井 你要知道这个 第四十八卦 这一个水风井 在跟你讲什么 准过啊 水无魂啊 船一过 水无横 虽然啊 你们在农历十二月份 这个你是要注意 你在农历十二月份 虽然 有那么一下moment 波动了你寂寞的心灵 不过我跟你讲哦 这个男生会年轻 但是他委婉在跟你讲 井 他为什么要接近你 因为他口渴 那他喝了水之后 以后会怎样 会不渴 不渴之后会怎么样 他就会离开你 所以水风井是这样子啦 就看你怎么想 多喝一口井水 不会少 少喝一口井水 不会增加 所以 这个男生的心态 有一种什么心态 不用白不用 会把你当做公共财 所以这一支挂 四十八挂井 对异次元空间的女生 特别有帮助 如果你是在异次元空间 还是平行宇宙当中 还是在博异 还有在洗衣业 帮人家洗衣服的 还是代客处理业 当然也可以叫制造业 听好 女生 你在东北方 西南方来做 不错 因为井 人家为什么靠近井那边 喝喝水 洗洗手 它不是你生命的 它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 这个过客刚刚好 好 那我们今天是这样子 今天数老鼠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各位还是要听听 一些桃花 一些什么柴味 听好 布阵这个东西 不是不能布 如果你是做一个 比较normal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挑战性 也没有什么不安定性 原则上 我不会鼓励各位布阵 因为这个阵布下去 你把这个自变数改变 它一变数会跟着改吗 比如说人 读书 一定有两个状况 将来变得很好 跟变不好 当然 以教育的观点来讲 人人只会 不断受教育 都会有两个结果 变得比较好 比较不会变不好 一定会变 因为你不可能 很久不变 所以在委员 再跟你讲 你布阵要小心 如果你是上班族 不要乱布 你顶多布个桃花 那我刚刚有跟你讲 老鼠的 老鼠的 如果你跟男生女生都一样 如果你们要布那种财政 西方 尤其农历12月份 西方 再讲一遍 西方对你相当相当好 北方也可以考量一下 就要看你那个房子的结构 一般来讲的话 贵人 财位 大概你们鼠老鼠差不多 但是鼠老鼠你今年不要太急 为什么不要太急 因为明年 明年我跟你讲鼠来保 明年你真的是保 12生肖当中 12只 明年只有4只相当好 其中有一只当然是老鼠 所以你们今年老鼠老虎 23年 明年都不错 这一个月有一点在战卫兵 他在交接班 你们就 be patient waiting 那一样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样 各位不要太迷信 不要太怪力乱神 那不迷信 不怪力乱神当中 听听看 这些腐烂当中的老师们 有没有一些理论可以让你用吗 对不对 听听看 原来人生是要知变 应变 事变 然后怎么办 怎么办 再怎么办 以拖待变 不然你们干嘛 我们现在就只能够等啊 等着被怎么样 等着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天生一等人 开创机会 创造机会 第二等人 等机会来 第三等人 机会来你也不会用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不是很聪明的人 也不会太笨 就waiting等这个机会 那风水我也跟各位讲 那有的人还是要complain一下 老师啊 我听的话 为什么没有零 骑门顿甲 你们现在在布 再没有力量 但是butter 你有布比不布好 叫阿布 懂不懂 你布了以后 起码你尝试要改变 我不是很多名言吗 no change 就no chance no chance 就no money no money 就no honey 你没有钱 你怎么去弄 所以宇宙之间 万华皆公 为money 为金钱不空 你想办法就把这个钱弄好 一弄好以后 我跟你讲 菜不咸 加盐 那如果你的情人 对你不好不嫌 加钱 ok 就逻辑就这么简单 不要讲那个深奥的理论 那我们不要听嘛 我们其实就是查以换后 透过这个视频 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笑一笑 把心中的这口 怨气 鸟气吐出来嘛 人跟人不是这样子吗 有的男生嫌老婆唠叨 10万块拿去 去买包包不够 他就乖乖 你不要每天在那边跟他计较 三块钱五块钱 有没有 那有的男生 鸡鸡瓜叫 老婆如果这样子 10万块拿去 去外面轻松一下 有没有 插派的去轻松一下 金叉叉去轻松一下 他就很高兴嘛 人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加盐 菜不够好吃就加盐 人不够好就加钱 老师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很务实的人 天调底下说书的命理师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不跟各位聊了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 分享 或加入订阅 开启小叮当 他都会通知你 如果你要知道12生肖 整个运势 不是优势 你要看他整个趋势 我不是有拍12生肖 每年的档案吗 去看 那个视频讲的比较详细 那一般来讲 每个也是讲他的优势 这个优势不会构成 他的趋势 那你只要趋势好 不怕优势不好 要注意哦 这个优势不代表你的趋势 但是趋势 绝对可以取代你的优势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祝各位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